高宏安有可能成为打开非律整合的这一把钥匙吗 这个问题我也要请教巧新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高宏安发了最新的脸书 好 里面有几个重点 他有强调说这个零用金的制度不是他发明的 那过去呢 这个依据行政主任过去任职 李俊英立委办公室的经验 是由他主动建议而来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李俊英否认了 他说他们没有公积金的制度 好 那高宏安里面提到呢 就是这个完全的零用金制度 合乎规范并无不法 甚至也向立委院人士出汉监察院再三确认 我任职立法委员期间 绝无强制要求助理缴交任何数额的捐款 更没有实际经手与支配财务 助理如果有办公事务费的需求 可直接向行政主任请款 无需我同意就可以支出 行政主任自行记账管理 而我也绝无外界所谣传的在流水账签字 再来检察官指控我将零用金挪威私用 绝非事实 过往助理代电私人费用来勤款 我都立刻归电 有时候皮包只有大钞 也会跟助理说 不用找零给我了 显见我绝无贪污私用 不法一图 如果真要把零用金当成自己的小金库私用 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岂不是逻辑矛盾 另外一方面 本案从检调侦办支出 相关侦查过程资讯不断外泄 就连在贞讯中所选择的便当种类 都会被泄露给媒体或是特定人士大作文章 试图操作舆论风向 刑诉犯罪形象 完全违背侦查不公开 相关侦查人员立场昭然若结 最后他谢谢柯文哲主席郭台铭 朱立伦主席 黄珊珊总干事 罗志强 强哥 徐晓星 侯友仪市长 管长 赵尚康等前辈好友们发声 也谢谢所有国会 助你们过去的付出和努力 非常抱歉 让大家受到政治连累 好那但是当然啦 这个高宏安 因为其实在这个检方的说法是 昨天记者会上就说高宏安犯后态度不佳 还推卸责任给助理 而且呢 再加上高宏安昨天出来开记者会 态度强硬 硬碰硬的结果之下呢 会不会反而招致反效果 再加上他一连串的 很多人认为这是公关死亡的回应啦 比如说我不喝咖啡 结果被找到 你一大堆喝咖啡的照片等等 还有就是我又没有强迫他们要捐 捐出来 诸如此类的 巧新怎么看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高宏安这样子一个态度 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很高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检察官会认为他犯后态度不佳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高宏安 那我认为我无罪 我当然是积极的为自己辩护 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个案子其实在 他在选举的时候就正在进行当中了 那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他还要跟民众交代啊 他要得到新竹市民的认可说我不认为你是 一个贪污犯嘛你要注意哦 这个案子并不是在他当选以后才开始办的哦 是在他当选之前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啊讨论了沸沸扬扬 比现在讨论的可能还要更激烈 好那所以他必须要去诉诸告诉他的选民说发生什么事 这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做的 所以我认为检察官去说他犯后态度不佳这件事情 我是完全不买单 你可以说你认为他哪边有犯罪等等的 但是你因为一个政治人物要捍卫自己的清白 然后他必须要向选民报告他所看到的真相 他所认知他自己做了什么 就叫做犯后态度不佳的话 那对检察官来说你每一个 你每一个要起诉的人基本上犯后态度都不佳啊 你跟你跟你要起诉的对象本来就是站在对立面的嘛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那一般的可能你的被告可能就是 市警小民所以他没有管到他也没有人要诉说 他就是默默的等待 可是高宏安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还在选举期当中 他当然要诉诸新竹市的市民 让新竹市的市民某种程度也来决定说要不要他这个市长 最后新竹市的市民在这些浪 风风雨雨当中还是选择了高宏安 这个是民主价值 那另外司法这边是啊所谓的司法调查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检察官他不管是侦查不公开也好 不管是选择的时机点也好 不管是讲说人家放后态度不佳也好 不管是又另外扯出暗示郭台铭杨网军也好 都让我自己还是觉得说检察官在这个部分 我先不论高宏安他有没有罪 但是检察官他的这种政治办案 的疑虑确实是有啊 确实是有 这让大家是觉得 现在检察官怎么会这样呢 我跟大家报一个料 我大概是在7月26号的时候 知道高宏安会被起诉的 比一般的人还要早很多 那我一直就每天都在等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周 我每天都在看新闻想说 今天要报了吗 明天要报了吗 今天要报了吗 都没有 那为什么选在 其实我们在上个周末开始 你会看到 讨论赖品鱼 云豹小公主的这个声量标到最高 我去看了全国的讨论数据 上个礼拜赖品鱼大概排到第3名第4名左右 但他是从周五周六周日才开始的 所以他等于三天超过人家一个礼拜 所以当时讨论云报 讨论再生能源 怎么样去掏空台湾社会 绿能发电 然后呢云报小公主赖品鱼 这些赖百亿这些事情是 很快速的很快速的在向上串 然后本来在礼拜一的时候他会在最高点上面 结果马上就说我们要公布一个高宏安的起诉案 那我跟大家很诚实的说我在7月26号的时候知道检察官要起诉他 从7月26号到现在8月15号的期间 他们选择什么时间点 就是这个时间点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 不管说是要转移焦点也好 或者是说政治操作也好 有没有 大家这个心理自由公平 至少从我的 优 预先知道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 那你可能问说我为什么先前不讲 因为检察官没有公布我不能讲 我只能等到检察官公布之后才告诉大家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高宏安有没有罪 他自己要在司法上面 他要去替自己 辩护要去争取 最后有或没有 其实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个我们不做预设的立场 但是检察官司法体系 这些日子以来长期累积让大家的不信任 是一个事实 我自己是最最有感的 因为我过去是马英九前总统的发言人 当时我是怎么样跟北检互斗的 当时我是怎么样去提告北检 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跟他们每天发新闻搞互杠的 他们就是不断的泄露资料给特定的媒体 最近陈婉慧民众党的委员业 也开了一个记者会讲说 有某一些媒体他甚至有那个门禁卡 可以进去上上下下的 就是拿到一些独家的资料 甚至我当时去提告这个无良公关案 他们有一些人被不起诉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收到起诉书的情况之下 已经有媒体做了详尽的报道 这难道没有违反 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原则吗 如果侦查不公开只是一个笑话 那要大家一般人怎么相信 我们的司法体系呢 你连最简单的保密你都做不到 总是放话给特定媒体 让他们试图去带风向 塑造一些政治人物的负面形象 然后去配合现在的执政党 这是对的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除了高宏安 有罪与否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看 检察官在这段日子里面 面对了这么多案子 林秉书的案子也好 郭哲敏的案子也好 然后还有很多 包含高宏安现在的案子 马英九过去的案子 无良公关的案子 你都会看到的事情是 似乎都是 大小野 然后呢看到绿的想办的 速度特别快 看到跟蓝的有关的 就压在旁边 甚至 可能就开了一个巧门 让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子干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比赦 雅 ugo 万 不要 未经许 雨 自己 issance bro 岩 膊